我們這一題要怎麼解啊 這一題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說你的這個model裡面有FC1對不對 誒靠我重做一次好了 剛剛清空啦 好WALK的 好做完了之後他出現了這個警告這個警告說什麼 你有FC1 OUT WAIT 好我們仔細把這個model拆掉 喔靠這個沒有提示真的是 喔靠我居然可以打對好 你會發現他是不是 是不是他是不是training了什麼 FC1 WAIT這個我們把他也要了嘛對不對 FC 1 BIOS這個我們也要對吧 那FC1 OUT WAIT這個是我們要的東西嗎 其實我們如果最後一層接的是他 這兩個 這兩組權重我們都是不想要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你現在有的權重 他的這個警告的意思是 你的神經網路只有這裡 那我找不到FC1 WAIT要給誰 我找不到FC1 WAIT這個參數要給誰 這樣don't worry是吧 好所以如果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要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我就是要把FC1 OUT的WAIT和FC1 OUT的BIOS 他FC2 WAIT FC2 OUT的WAIT和FC2 OUT的BIOS把去掉 對不對 那你說我要手動去嗎 太累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方法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好來這裡啊有一個叫做 這個我居然就是用老土的方法 好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NANCE嘛對不對 然後我要把他去掉 我們去掉怎麼去叻 這樣這個意思是說什麼 如果是FC1-2 F1-1 OUT或FC2 OUT的話 我就把他選起來 那我給了驚嘆號 是不是就是選出 不是這兩個的 那這些是我要留著的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把 我就把model的這個 這個東西把他抓出來 這樣子我model的那個參數就少了 我剛剛講的那四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拿來predict了哦 好可是 我有什麼好方法可以有效的 如果以後我的網路好大 假如說我用回圈接了100層 這個MCE 那我總不能讓E打到100吧 對不對 所以我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做呢 來可以跟大家講 有了M 喔這個靠這個這個 這個全部都自己打有點 好我們來可以用這個方法就是 欸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model的 然後data等於 這個呃 10 30 欸4啦40 這個東西 他出來了是不是 就是最後我們總是我們之前都是接這個 out ships 然後去看看他最後輸出是多少嘛對不對 這個函數大家還有印象嘛對不對 但這個函數同時啊 你也可以用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層 每一層的這個 就是他的形狀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他參數的形狀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樣知道吧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東西如果我們可以用names 把它抓起來 欸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好所以你知道重點是什麼了嗎 重點是 其實我可以 我除了用剛剛那種方法來解之外啊 我還可以 試著看看 有哪些names 他包含在 invershape 所經過的這些shap 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經過的primter裡面 這樣有聽懂嗎 invershape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我最後的形狀 長什麼樣子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那 invershape 裡面他有一個物件 就是 那個 ARG 就是點這個 shapes 那他可以告訴我所有 所有參數的形狀 這樣知道吧 那我把他名字取出來 然後我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 總共 我們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預測函數 他總共需要哪些參數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我把他留下來 這樣我就可以做預測了 好不好 可以嗎 你看起來聽不懂那樣子啊 完全沒有在看螢幕啊 對不對 剛好看著我不肯看懂的啦 好不好 那個 蔡仁漢你聽不聽懂我來講什麼 一半懂 哪一半懂 蛤 全部來講一次好了 那就是不懂嘛 好我們再講一次哦 我們 剛剛那個函數出錯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建構的網路 我們在訓練網路的時候 是用整套的對吧 整套的 哪一個地方是不是都有參數 但是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我們只要用他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捨棄 這兩個的參數 可以接受吧 我們要捨棄他 那我們要怎麼捨棄他呢 好 因為我們 名字是我們命的 所以我們要捨棄他也沒那麼難 對不對 就是把 fc1 跟fc2的out 把它去掉 就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讓我們直接有效的 直接保留 有的參數咧 有 有這個好方法就是 就是我用invershape這個函數 對他用invershape這個函數 invershape這個函數可以得到什麼 最終 這個model 跑到最後 它的shape長什麼樣子 可以理解嗎 好 那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除了可以拿到最終的output shape 以外 我還可以拿到中間所經過的 所有trameter的名字 這樣多我意思吧 那我現在 就是用這個方式 拿到他的名字 這樣懂了吧 那拿到他的名字 那如果我model裡面的 primeter的名字 不在這個範圍內 我就把它去掉 這樣子我留下來的東西 就是完美 完全就只有這些東西可以了 留下來 這樣多我意思嗎 蔡人漢你聽懂了嗎 你聽不懂我找蔡人漢好不好 如果再聽不懂可以找下什麼蔡人漢 蔡人漢之類的對不對 好 好那練習我們經過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啊 這個練習是我們今天上課 就是舊程式上來講最難的地方嘛 那這個練習 這個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叫更直接的T度存立法 來改變Ross function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個 這個 不是 其實這就是改變Ross 對不對 欸不過 這個這個方法 我們既然學過了以後 我們先不要討論 解決T度交出檔好不好 我們既然學到了以後是不是有很多變形可以運用 結果你發現我們的Ross 不見得 只能 只能 我們這裡 我們說 這個 假如說 我們說這個 假如說二類別好了 只能夠用Cross Entropy 因為Cross Entropy可以給我們T度 可以給我們很好的T度 對吧 可以接受嗎 誒可是我們是不是 既然我們現在發現T度是可以組合的 就是Ross是可以組合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設計一個 假如說這個 這個 殘差平方合跟Cross Entropy的組合 誒可以喔對不對 然後在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殘差平方合在 所以就是隨機實施點很容易遇到平的地方嘛對不對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點點的Cross Entropy 讓他會動 但是最後我們希望 我們就是想要以 殘差平方合作為他T度最終值 就是他最後求得出來的值 我們就是想要用殘差平方合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可以 通過1%的Cross Entropy 加上99%的殘差平方合 然後讓他 這個 得到這個 接近於殘差平方合最後的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改變Ross邦訊有什麼缺點 第一個 他對預測造成一些干擾 雖然是98比1比1 但畢竟就是有個比1比1嘛對不對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干擾 對Borderline的結果會有一點點的干擾 第二個 他在各層之間的Loss 權重輸出 這個98比1比1 我可不可以改成 999比 999比1比1 可以嘛對不對 那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對於這一層來講 他 由這裡得到T度更小 所以透過 這裡只要有一點點的 他只要 那他在這裡傳過去 傳到這裡完全是0的時候 當然他還是以他為主對不對 但他只要有一點點的 誤差 不是 有一點點的擾動 是不是他就不會 低到這裡正確的位置去走了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一個權重啊 你就變成多了一個參數要去嘗試 這樣子喔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幾比幾比幾是好的嘛對不對 沒有辦法從理論得知 所以你就多了一個參數要試 多了一個參數要試啊 是非常非常討厭的事情 但是你要 你要train一個model 你以後要調這個參數 這樣很累 好最後 還有最後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增加運算資源的消耗 你要仔細算 你會發現 剛剛我們這兩個程式啊 後面的程式運行的比較久 好我們這邊講個 核心關鍵啊 我們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現在想要訓練一個model 參數是越少越好嘛對不對 當初我們是不是 我們當初在解決過渡擬核問題的時候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不是去限制神經元的數量嗎 可是神經元的數量越少 不準 太多 過渡擬核 我們後來解決方法不是 你盡量多沒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用什麼 呃 假如說我們可以用小 minibench去解決啊 用這個L2正德化去解決啊 之類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希望啊 可以找到一個方式 就是有效傳遞低度 並且不需要 少參數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我們來看那篇paper是什麼呢 好這篇paper就是這個 我們已經講了半天啊 2016年 這個 我個人認為啊 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研究上面 就是以神經網路研究上面 這個 目前我看起來是歷史上最大的突破 這篇paper啊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飲用次數有多少 好啊 再看一次 我們好像看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再看一次好了 欸 現在真的不用google scholar 都看不到那個 哦 7萬 好 2016年 7萬 黃靖遠你應該知道7萬什麼意思吧 知道 就是很多的意思嘛 是不是 那你覺得多少算很多 1000算不算很多 1000其實也算很多了好不好 7萬是太誇張了 這樣子 這個 這個 我現在目前為止啊 這個 這輩子發的所有paper加起來 好像都還沒有1000啊 大概800多吧 這個 所以1000已經很多啦 但是他7萬 你這樣知道嗎 好這個 7 這個 這篇paper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好 首先哦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剛剛google那篇paper他拿2014年的冠軍 這篇paper拿2015年的冠軍 所以他只把他的技術系列發表出來 好 可是冠軍其實不稀有 冠軍每年都有 但是他最厲害的地方是啊 以前的人啊 訓練神經網路 最多就是個 30層 40層 你看那個google訓練個30層層的網路 都要這麼多 奇形怪狀的技巧 才有辦法去解決 他居然訓練出1000層層的網路 而且在那之後所有人 只要用他的方法 訓練個1000層層的網路 都是很簡單的事哦 至少是200層起跳啦 這樣都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看他怎麼解決啊 他的核心 原件是這個東西 好現在我們看這個東西完全看不懂 不然 不然我們隨便抽梗 來來來來那個 這個 欸 這個 蔡翰 你看不看那種這個什麼 欸你不要 你不要就先看不懂好不好 剛剛不是有膠嗎 這裡不是有膠嗎 至少告訴我說哪裡看不懂 看不懂的地方在哪裡 我不是 我們不是有膠 就是這個東西這樣畫下來的嗎 這個東西跟 他畫下來的時候不一樣啊 你不能說完全看不懂嘛好不好 哎 來陳冠榮 陳冠榮 來來來來 我看起來你看起來好像看懂 那樣子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外面你還要看不懂 那前面至少你要看懂吧 跟那個很像 好啊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這個網路 外面 裡面這個是什麼 好 來我跟大家講啊 他意思是啊 我們的這個 input x 進來之後 xx可以是這個 data也可以是這個 中間的層啊 好不好 好 反正他進來之後 先經過 好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他可以是data也可以是 就是反正他可以放在中間的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 成這樣好不好 這就是一個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module 這樣子 模塊 好那這一個模塊啊 進來之後 先經過一個 weight layer 什麼叫weight layer咧 FC跟conclusion 都是weight laye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接著 value嘛 對不對 接著咧 再一個weight layer 接著咧 再一個redu 好那最後 還有一個神奇的東西 我們看不懂對不對 它是一個加號 好 我們現在開 這叫做 plus 加號 加什麼咧 他把s 然後加過來 好 然後接著 這一個東西 再往下繼續傳 加起來之後再往下 他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 因為你現在已經會亂接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應該可以接受 欸 你 你如果我今天讓你寫的這樣程式 應該不會太難 只是插油的東西啊 你現在還不知道 用什麼 用什麼函數可以把它加起來 對不對 但是只要給你這個函數的名稱 你要寫出這個應該不會太難吧 假如說這個叫做mc2好了 那 一路往下之後 欸 我就把mcout out 跟mc2把它加起來 然後繼續往下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它要怎麼樣 怎麼一樣 它在數學室要表達成什麼樣子 欸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加法 你們可能會覺得這個加法 是一個神奇的加法 沒有 就是加法 大家看一下這個數學室 就是把它加起來喔 X經過 W 經過L函數之後變L1對不對 L1變 H1 H1要變到 丟給下一層之前 他本來要變成 直接變L2嘛對不對 先把 X跟H1加在一起 直接相加喔 你可能會覺得直接相加 這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非常奇怪 欸 你自己想一下 我們先不要管 就是他數學室寫成 我們先去想一下 他數學室寫成這樣意思啊 就是 我今天一個人 有身高體重性別年齡 對不對 然後我經過一輪運算之後 我又產生了四個數字 這四個數字是什麼 我不知道 然後我進入下一層預測之前 我居然要把這四個數字 跟我現在有的 身高體重性別年齡加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流進去 你今天懂我意思嗎 就是 我經過一輪預測之後 我 產生了 假如說我的身高 我給他修正 修正係數是2 正2 然後體重 故三 然後性別 又怎麼樣又怎麼樣 然後加起來都在一起流下去 聽起來有點奇怪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今天不管 這麼奇怪 到底要幹什麼 但總之他就加了嘛 對不對 好 加起來之後變R1 那R1呢 再經過一個L函數 變L2 L2 Radio H2 在丟到下一層之前 再經過一個加寶 那接著變R2 R2經過L在MC3 然後再出去變成SOPMAX 或者是CROSS 那個SIGMORE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數學是寫的有點奇怪吧 而且看不懂他的意義是什麼 對不對 好我們先不管 我們看不看得懂這個意義 我們先往下看他 求這個 我先問一下數學系統 這個加法合不合理 有沒有違反的原則 你之前不是說 神經網路都要加 要產生一個新的Layer 你需要有原則 這個有沒有滿足你的原則 你再講一次 你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原則 要可違 對對對 欸是不是我回答 欸是不是我回答 欸要可 下次我會早餐人看啦 好不好 大家看不要笑那麼開心啊 好 那這個 他沒有違反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求倒函數了吧 對不對來求倒函數看一下 欸這個倒函數球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求到R2 求到R2的時候 求到R2 因為R2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嘛對不對 好接著求到R1的時候 神奇的事出現了 求到R1的時候 因為R1 同時 有 R1這個東西 同時 是不是 是這個 H1 跟這個 欸 如果來想一下 這個 R1這個東西 同時有從這裡 同時在這裡也在這裡出現 這樣可以理解嗎 他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喔 然後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 你現在R1 只要喝這個東西對不對 他同時 直接 給他加了 他同時他也 他也運算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低度跟這裡的低度 都要回答給他 怎麼樣傳法咧 用加的 因為 你當初就是用加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加的 那效果是什麼 那代表 R1的T度啊 等於 R2的T度 因為 R2這邊是直接用加的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的 就是一倍的R2 所以直接就是一倍的R2 一倍的R2 加上 欸 加上中間 這一堆 傳過去的物質 再把它加小 加上一倍的R2 欸這你知道效果差在哪裡 R2是很前面的 很前 就是很後面的層對不對 你知道低度會不會消失 欸不會消失喔 他低度 如果他低度都要消失了 那這個鈍值就很重 對不對 但至少他 因為他離那個最後一層等級 你知道低度不會消失 那 我現在 這一層的低度 我這一層的低度是 這一層的低度加這一層的低度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一層的低度很容易消失對不對 欸 可是這一層的低度不會消失啊 所以就暗示著我們什麼 欸 以後我們的每一層 低度都跟 低度是越加越大 欸 你多加個贏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我們在前面這裡啊 R1 有來自這裡的梯度 又來自這裡的梯度 來自這裡的梯度 那這個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前面解過了 他很複雜 但是 來自這裡的梯度 他是不是就是 R1跟這個 R1跟R2 他們之間 如果在這個指函數裡面 我們求微分 他要多少 我們求R1的微分 我們對R2 求R1的微分 就是1嘛 為什麼 因為他是 一個常數加上一倍的R1 所以R1的微分就是1 那R1的微分 那我想要知道R1 來自這裡的梯度 那是不是就是 就是GradientR2 再乘以 他的導環數連鎖綠碼 對不對 乘以1 他的導環數是1 對不對 所以就是R2本身 GradientR2 好這樣可以理解嗎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的網路結構 一直是這樣子 就是 經過WaveLayer之後 就把它相加 這樣我們的梯度 永遠都不會消失 這樣子的話 梯度本來是 越傳越小 會變得越傳越大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這些東西 變成都是額外加上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頂多是加零嘛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可以嗎 欸 這個蔡翰 你有聽懂嗎 你有沒有覺得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加法 真的是非常神奇 他的梯度 最少 最就是他的梯度啊 最差最差 就是根本很一樣 就是 裡面梯度消失了 這裡發生梯度消失了 所以 欸 你就是完全相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可以喔 可以理解喔 好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你會發現 哇那這個 所以 我們就把這一個東西 我剛剛講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加法 這個想法 我剛剛說梯度通道 就是在講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這個梯度 是不是可以透過 這一個通道 一路往前闖 幹嘛 你看什麼 那個我 我現在在講話了 喔好好好 就是 你希望老師散一邊嘛 對不對 好 欸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這個R2 永遠 每一層都會有R2欸 然後會越加越多東西 看到了嗎 越加越多東西喔 好 那既然 他每一層的梯度 隨著 從後面往前傳 越來越多 他的 反的梯度 本來梯度是慢慢消失 既然梯度反的是慢慢增加 這樣他是不是就不會梯度消失了 可以理解吧 因為最差就是 原來那個梯度 好 所以說 透過這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建構 一千層深的網路來 而且保證梯度不會消失 好那現在下一個問題來了 這個要梯度不消失 很多方法都可以讓梯度不消失啊 對不對 那讓 用這個方法讓梯度不消失 呃 剛剛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就是 我的身高體重 先加上了 就這樣 再繼續往下 繼續算 對吧 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試剛剛解釋他的數學意義 他到底有沒有怪怪的咧 好答案是 答案是沒有怪怪的 不然這個東西都不可能被引用十七萬次啊 欸我們不要那個 不要每次齁 我們在想說這個東西有沒有怪怪的時候 你都 我們都結果來 推論 就是我跟大家講齁 就是大家已經碩事了 以後也是要獨當裡面做研究的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能說 看到paper 你說這個 愛因斯坦提出 相對論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不是 這麼簡單的東西 不是月染紙上嗎 對不對 欸你不能這樣想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 欸 你看 這麼多奇怪的東西 欸當然 當然應該提出相對論啊 欸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好不好 不要笑那麼開心 好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推導的喔 來 R1是H1加X嘛對不對 那 最後的這個O 欸 最後的這個O 是不是就是這個S L3對吧 那我們現在一層一層把它展開 我們一層一層把它展開喔 來 這個L3 是不是可以換成 呃 就是這個 這個 L3 是不是可以換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可以換成這個樣子嗎 因為我就是把R2 R2反而長這樣 我只是把R2展開而已嘛 R2 R1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R 展開長的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好不好 那 接著 H2 跟H1 是不是又可以展開 H2是 R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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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嘛對不對 這個 H1是ReLU L1嘛對不對 那我繼續展開 一路展開到 最後的結果 你會發現什麼 欸 這邊有一堆複雜的東西 但是 對於 最後這個部分 它卻異常而簡單 它就是 X乘以W3 這個東西是什麼 線性回歸對不對 如果我們前面那些不看 後面的東西是不是就是線性回歸 那 前面那些東西是什麼 前面那些東西就是修正量 對不對 線性回歸做完之後 我們再對那個預測做一個修正 對不對 前面那些東西就是修正量 所以你發現 我有本來一個神經往路 是 欸 這個DATA進來 然後一直往前 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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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嗎 OUTPUT 那 對於這個來講 我們的線性回歸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線性回歸區 我們線性回歸是在最開始的時候做的嘛 對不對 然後做完的結果繼續往下傳嘛 對不對 它現在變成 欸 做完之後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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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我的線性回歸變成了 這一層在做線性回歸喔 在做跟它最開始的線性回歸喔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完全展開之後你就發現這件事情嘛 所以 其實 這個 T路通道 它從 這個 導環數 就是它從斜率的角度來看 T路的角度來看 它是 提供了一個直通通道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它從 預測式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是把這個程度 把它反過來 欸反過來這件事非常重要喔 它等於把它反過來喔 本來我們是 先對這個做線性回歸 然後線性回歸的結果再往下 一直運算 這樣可以接受嗎 現在可以講 我們實際上是先用這個 跟 DATA挖性回歸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 把東西加回去 把修正量加回去 這樣 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看這個數量式 它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它終於 它透過這個加法 這個直通通道 它等於把 本來的網路是先往前傳 低度再往後傳對不對 往前預測 低度往後 它現在變成 預測也是 從後面算過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數學上完全增加 從後面算過來 欸所以它 T度自然就不會消失啦 因為最先要改的是 先進回歸的部分啊 先回歸都做不好前面 你們做後面 你們做什麼東西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之前的網路 T度之所以會消失 是因為 限定回歸 出來的東西 沒有 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這是隨機歧視值嘛 對不對 限定回歸出來的東西 是一堆亂數 不帶有任何的資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導致 低度沒賣到網絡上 現在 限定回歸的部分 直接跟 LowStone結合在一起 所以啊 它就完美的 解決了這個問題 好這樣懂了嗎 欸這個idea很簡單嘛 對不對 idea簡單在哪裡 欸其實就是 我需要用它 大量的加法 對不對 然後這個還不錯 這個東西 如果你已經會 會 製造這樣的art picture 這個東西應該還不是很難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示範 來看示範喔 我們還是用sgd喔 但是我們這一次 把網路變成了六層生喔 欸大家看仔細啦 好我們先看architecture的部分 來 來fc1 radio1 這個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number of python變3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呢 這個再進入fc 哦 他現在radio1 可不可以跟data相加 不行 因為data原始 原始 這個input是四尾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相加 當然沒有關係 但是 如果你翻fc2 radio2 接著plus2 就是我把radio2 跟radio1把它相加 把這個 跟這個相加變plus2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plus2 丟給fc2 繼續做運算之後 plus3是什麼 plus2 加上radio3 那plus4是什麼呢 plus3加上radio4 所以他是不是 直通通道你會寫了嗎 我這個示範應該蠻清楚的了吧 可以嗎 可以想像吧 太陽上可以想像嗎 如果要給你做1000層 你是不是可以做得出來 打得比較辛苦啦 但是你可以用圍圈嘛 等一下我們在示範你用圍圈做 好 所以這是一個六成深的網路 欸這個網路很深吧 對吧 欸就是最後還到fc7 但是我們是用sgd 我們現在是用sgd 我們來弄弄看好不好 來弄 欸你們有發現 不只 他可以訓練 而且比起剛剛 要經過500多代才能開始訓練 瞬間他就可以 可以 訓練的對吧 而且這個有七成深耶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只有幾 就是這個不是說 這個不是說什麼 只有四成深 五成深而已 這個是七成深對吧 可以接受嗎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 欸 他是有辦法訓練喔 欸 梯度一開始有點混亂 但是最終的答案是 最終的答案是回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predict的 predict的方式 這個predict的方式沒有改變 可以直接predict 甚至不需要這個東西 好不好 啊我們 我們要先試著 重現推理過程是不是 好 我們在重現推理過程之前啊 大家要知道 大家等一下就用這個網路來做就好了 就是你現在有這個model嘛 對不對 這個model裡面有好多參數啊 請你用這些參數 把這個resnet的推理過程 把它 就是用R語言把它寫出來 不要 就是你不要用predict函數 重現那個過程 好不好 你不要用這個predict函數 重現那個過程 因為這mxnet裡面的套件嘛 那如果你可以直接用這些參數 運算出來最終的結果 這可以幫助理解 好 但你完全理解之後啊 你可以玩一下後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如果 如何用回圈 來寫 更深的這個就是 resnet 這個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叫resnet resigunet 為什麼他resigunet 我們現在 想像他名字為什麼叫resigunet 因為你注意到 他是先對這個做新推規對不對 做新推規之後 被先額外給他修正這樣 所以是什麼 我先做一個基本的預測之後 剩下東西什麼 resigunet 對不對 我再對resigun慢慢的減少 所以他根據這個概念 他把他的網路叫做resigunet 簡稱resnet 就resigunet 的前面三個字 IES resnet 所以你看到resnet 這個turn 你就知道他在用 這個網路 這樣的東西 或者說這個概念 就是給這個指導通道這個概念 如果你想要做20成聲的網路 你可以看到 fc1 relu1 這個是沒辦法加的 對不對 fc plus2 plus等於fc relu2 加relu1 這個沒有辦法加 但是之後的所有plus 都是relu加上plus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就可以循環了 對不對 只有這個有改名字 好然後最後 final fc 就等於plus 繼續往下 然後就softmax出去了 我們把這個art teacher 把它放下來 好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20成聲的網路哦 我們來訓練他20成聲的網路 而且我們剛剛是用sgd 我沒有換哦 他可不可以訓練得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幾成聲 20成聲也一樣哦 他在很快的時候 就已經 就已經可以這個 就是 就已經可以這個 得到很 很低的loss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不過 當然啊這個你會發現 這個運算速度是有差的 如果你是 7成聲的網路 他每秒可以處理幾千的sample 他現在只能夠處理2000 運算速度是有差的 不過沒有關係嘛 至少透過 resnack這個技術 我們現在 可以不管 就有點像神經元 我們有過度禮盒 的問題解決了之後 神經元之類 我們想要100個就100 想要500個就500個 只是運算時間的問題 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乘數也一樣哦 我們想要100成就100成 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這樣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動力蠻厲害的 有 覺得蠻厲害的哦 好 覺得蠻厲害的話 請你們做個實驗啊 20成聲的網路一樣可以優化啊 好不好 請你們做個實驗 然後 如果你啊 這個實驗很快就做完了 就是 就是你 實驗很快就做完 就是你的答案很快就寫出來了 欸 你再看一下 你現在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這是不是畫的跟剛剛的Resident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他在做什麼 我再做加法 這樣可以理解吧 欸 但是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但是他是要做Convolution啊 等到我們Convolution的做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這裡是不是還有除以二除以二 除以二是說他的步伐 是兩步 為一個單位 他本來是一步一步少 這個等一下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再來教大家 好不好 這樣可以理解啊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這一個 這個神經網路 看的越來越懂 就是人家呈現的這個東西 每一個元素你好像不懂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這一題啊 他其實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啊 就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FC 如果你看到FC 在這裡你看到是FC 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了 他就是 呃 他就是做一個矩陣成法 對不對 所以啊 在 你的Input 就要先 經過一個矩陣成法 再加上個BIOS之後 就會變成FC1 OUT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接著咧 要過reliu reliu怎麼做咧 把小於零的直接變成零 這樣可以吧 那其實這個是循環的哦 這裡是循環的哦 但到這裡為止 你要出現plus2對不對 plus2你就必須要reliu2 加上reliu1 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好現在我們的Parameter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的Input 他是長的這個樣子哦 他現在長這樣 他現在長度是4嘛對不對 好我們先經過FC1 Wait FC1 Wait 他的dimension 是 4乘以3 所以他是可以乘的哦 對不對 好乘完之後 變成FC1 Out 他現在長相是不是三個了 可以接受吧 好來 reliu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reliu1 Out 哇靠全部都變0了 這個case剛剛好比較特別啦 好不好 我們改第二個case好了 欸靠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些 那他全部都0後面就沒救了啊 對不對 欸不過 因為他可能類別是剛好是 我們這邊改個 35好了 因為他可能是某一種花 他就是到這裡就全部都0 所以他可能就是 反正他就可以預測 中間有個數字了對不對 好這個數字一樣再成FC2 Wait 好這個reliu2啊 他reliu2看起來好像都是0 但是他要進到下一層的 這個plusoutput 他是reliu2加上reliu1 output 變成plus2 好這樣子這個東西就繼續繼承下去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往下 好 reliu3 output呢 又是0 繼續往下 就繼續繼承了 他plus plus3 就是plus3out 就是繼續繼承 好依此類推到最後 你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 FC7out 好可以跟大家講啊 如果說一直加下去都是0的話 他這個數字很大剩下很小吧 對不對 他最終 預測出來的結果應該就是 這個中間這個類別 好這樣可以理解吧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這個想法吧 好 所以說啊這個 呃就是 如果我們要使用這個 呃就是 呃 我們要使用這個resnet的話 我們啊要非常清楚啊 他的這個加法的結構 要形狀一樣才能相加喔 這樣可以吧 剛我在demo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一直很少 沒有去講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形狀一樣才可以相加 你可以理解 現在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了吧 因為我回憶過一次了 可以喔 好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我們啊 要把它應用到我們的 那個 卷積神經網路裡面去了 卷積神經網路有很討厭的地方 這個 卷積完之後 卷積完之後 一個28x28 28x28 如果經過一個3x3的卷積 他會變多少 26x26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怎麼加啊 怎麼沒有辦法加啊對不對 你說他的channel 他這裡是乘以 92x1 過來變乘以3 還乘以10好了 那經過 3x3 24x24 好加他又乘以10 但這裡還沒有辦法加啊 這兩個沒有辦法加可以理解吧 那怎麼辦呢 好解決的方法是 這個10我可以控制 因為他是幾個futum 可以接受吧 那這裡24x26我要怎麼控制呢 我需要給他加一個東西 需要padding padding就是啊 我的這個 我圓圖是長這樣 我圓圖是長這樣 所以他卷積 他一個2x2的卷積 捲完 就只能卷這四個吧 可以接受吧 padding就是我給他補白 我給他補白 我給他補白 這樣他卷積的時候 就是可以從這邊補白的地方開始卷 好我們現在往下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看著喔 本來5x5 我把他padding 1x1 就是往外拉圈 他經過3x3 那7x7 經過3x3 完之後是不是5x5 那5x5是不是就跟本來5x5 可以相加了 這樣多東西是不是 欸這就是padding padding padding怎麼全部補0 不要想那麼多了 你就是補0就好了 你也不用想要補什麼數字 反正補什麼數字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喔 就是反正他就是補一個常數 整體網路會自己去學習 他到底要多怎麼樣的參數 才可以適應那個pending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在mxnet裡面怎麼做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這裡啊 這是上個禮拜 我們把那個就是 那個檔案拆成兩份的這個語法 這邊我們就 我們就不這個 不特別做啦 我們現在直接把上個禮拜的Iterator把它拿下來 好 這是上個禮拜的Iterator 上個禮拜的Iterator 上個禮拜的Iterator Lessence 6 好上個禮拜的Iterator 然後 然後 我們把Ominer的部分 喔用A的嗎 用什麼都可以啦 反正我們等一下 反正 我們現在要用那個就是 我們現在用resnet的話 用SGD也是可以 這個訓練成功了 這樣理解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 做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 來看著喔 來Data 一開始是28x28嘛 對不對 好28x28 然後我先經過一個 這個5x5 然後接著 變成 喔這個沒有padding 所以它經過5x5之後 是不是變成24x24 好24x24 乘10喔 然後接著 Ready玩Pool Pool完之後 是不是剩下 這個 就是 12x12 可以接受 12x12 12x12 喔再經過一個 convolution 3x3 padding是11 所以它完了 還是24x24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而且 filter數也是10 10跟10對在一起 所以可以把它plus起來 把它加在一起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繼續加在一起勒 這一個convolution3 在過完這個plus2之後 plus3又等於radius3 加上plus2 依此類推子往下 然後最後到了最後一層 我們再把它 就是把它壓平 然後fc出去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 這個 透過padding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卷機繩機網路把它相加了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我們來 把這個東西弄起來 訓練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要用cpu 用cpu這個會出人命啊 好我們現在就 我們就不繼續了好不好 反正總總之就是 欸你可以這個 你可以透過resnet這個想法 去加深你的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你要怎麼用 在卷機層上面呢 你可以用padding來解決 那個維度不一致的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 這個核心概念 是不是很不錯的 所以它值得 現在16年 16年到 11年 21年吧 5年對不對 5年7萬 4以用 它應該值得 7萬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啊 給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我好像還沒有看過 有7萬次 引用次數的 除了它以外 跟 那個 2012年 Tinton那邊Paper 好像有8-9萬 好像還沒有看過 有Paper 有到這個 引用次數的好不好 這個 大家如果找到的話 可以給我看一下 好不好 想想看你要不要幫我找一下 不過我懷疑是沒有 好不好 但你不要 你不要沒有找 然後 那個 下個禮拜就跟我講 欸 好是沒有 好不好 這個 我是不太知道說 就是 實際上 史上最多引用次數的Paper 大概多了 我們現在Google看看好了 我們來看Google Google的話 這個 Paper Paper With Citation Rease a page with Higris Citation 我們來看一下 最 好了來看一下 2020年 最多的Paper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年就2萬 就是這篇啊 搞了半天就是這篇啊 你們看到 你們知道他有多多了吧 對不對 我剛剛還想說 欸 這篇哪一篇我來學習一下 喔 原來就是他啦 這樣可以接受吧 喔 在2019年他又多了25000次Citation 那所以 史上最多的Citation是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欸 我只知道 我們剛剛隨便Google了一下發現 原來 我找的很沒有可能就是最多的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繼續 繼續 這個捲基層經網路 裡面來 呃 就是捲基層經網路 來用Resnet這個想法 我們已經解決了 我們現在來想他要怎麼缺陷 來 這個 加法要怎麼缺陷呢 他最大的 問題就是 我需要 維度相等 對吧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維度相等 那維度相等要怎麼缺點 欸你現在 維度為10個 然後當然沒什麼感覺 你維度是1000個之後 你維度是1000個之後 你每過一層 是不是就讓你一個 一千層一千的 舉陣去乘 一千層一千是一百萬 也就是說 你每過一個理基層 做一個理基層的修正 就要一百萬的參數 一百萬 這數字有點大 對不對 那如果你別的一千層 一百萬的一千倍 這樣是多少 就完股點 完股點在 一千層就下禮當過 就完股點了 有10億 怎麼了 算了 你怎麼算 怎麼了我算錯了嗎 好啦沒關係 這個 一百 十 這個 那你有發現 那麼多個參數 他其實都在做 他其實就現金回歸之後 我要做一些小修小補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很沒有效率 每個黑股點 黑股點有說沒有效率在哪裡 那所以啊 我希望 那 歸咎他的原因 其實就是 加法 其實 他核心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要相加的 他必須完全相成 如果可以設計一個東西 讓他 不用完成相等 也可以跌過 但是要跌喔 因為 我們很需要這個直通通道 對不對 T度通道 這個想法 這個結構 以後所有的網路都需要這個結構了啦 好不好 所以你看 JRM卡迪亞的局面篇 也有這個結構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用家人 用家人 參數多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看用什麼方法 有一個方法 叫做 這個 就是 串聯 串聯這個方法 來了 我剛剛那篇paper是 呃 就是2019年引用次數最多的啊 我蠻想知道這篇paper 那這篇paper 引用次數多少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網路的啊 哇靠 真的少很多耶 只有14000 不過14000也是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啦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一點啦 欸 我還蠻喜歡這個網路的 因為這個網路的參數少 因為這個網路的參數少 那但是憑良心講 resnack更有比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 這個 他在2015年奪冠 的冠軍中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第二個是 呃 如果你真的要比double提的話 應該還是resnack比較double的 因為是他先提出來的啊 後面的人都是抄的啊 就算 對你的想法做了 很好的 改變 但是 但是核心想法還是沒有改掉啊 就是聽你通告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所以resnack值得這麼 值得這麼高點用次數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篇paper啊 這篇paper他的做法怎麼做呢 來 疊的 用疊的 欸你看這個圖你看不懂他 他在做什麼 我們直接來 我們直接來看那個 就是 我們來直接來看事實的事好了 他那個圖喔 有時候都畫的很久 很有創意啊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好不好 你就是 你如果沒有看內文的話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個dense data 他長是這個樣 我們現在 來這個 我們現在重新畫一個好了 好這個data 他是四維嘛對不對 他是四維可以接受嗎 然後啊 四乘以十 這個十是他的那個 bench siz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經過 fc 好 我們假設 經過fc 是五維好了 好 故意五乘十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五乘十 renew 好 其實我要把它合併起來 我要把它合併起來 我們把它叫做 contact 就是串連 這個 這兩個會合在一起 那你說五跟四怎麼合在一起啊 那我可以這樣子啊 4加 5 乘十 我怎麼做呢 我本來的矩陣是找 這樣子 4乘十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裡的矩陣呢 5乘十 對吧 可以接受啊 我就兩個這樣直接疊起來就好了 我不要做 我不要加了你懂我 我直接把它疊起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換個講法 這個是一個Excel打 一個Data Table 這也是一個 Excel你上下跌總會吧 這樣可以 這樣有沒有講得越來越太簡單了 一點都沒有高科技的感覺 對 張阿信你怎麼笑得那麼開心 你想說 欸這個我上位型 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resnet 提出來之後 這個很好 好像 比加把更沒有水準啊 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回 提出來的話 那個 你用一萬四千次的就是你 對不對 你就會受到大家尊敬 雖然沒有resnet 這麼值得尊敬 也沒有關係啊 欸 一直忘了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resnet的時候 我一定要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有說過 我們只要有放照片 很多重要的東西 我剛剛忘記介紹了 對不對 欸這個人是個重要的人 然後何凱 他大概 這個 就比科比小大人最了 那 欸 何凱 我來看一下何凱 他這輩子發過的paper 中生你用次數在多少啊 幹嘛笑什麼 幹嘛 笑什麼 你在問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想要透露 你是不是想要問出一些什麼事情啊 欸我怎麼對科比小這麼清楚 對不對 因為我跟他同年啦 好不好這樣可以嗎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欸 凱明盒怎麼拼啊 凱明盒 怪人 欸不不不不 google scholar 來看一下 好不用看了不用看我看到了 呦 18萬看到了嗎 這邊最多的是7萬啊 不過你看到 你知道 如果說一個人齁 這輩子只有 一個7萬 那個這個 這個已經很了不起了 平常聽講 但你們看到下面的數字了嗎 欸他好像 他好像 隨手就會有個幾千的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欸這個就是這麼厲害的人啊 好不好 這種非常值得尊敬啊 他現在在 那個 Facebook的這個 AI實驗室工作啊 等一下你有沒有覺得 Facebook AI Lab 跟台灣AI Lab 聽起來 好像差蠻多了 欸那個 欸不要台灣AI Lab也不錯好不好 還有 還有TSGH AI Lab 對不對 蛤你說什麼 怎麼會有在錄 有在錄 喔沒關係啦 沒關係 好 講說 輸給Facebook AI Lab 也還好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全世界有幾家公司 有幾個地方 趕出來跟我講說 Facebook AI Lab 這個 檔次不如他的 對不對 好啦 這個 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推導啊 欸推導非常簡單嘛 欸 就是 就是直接把它合起來而已嘛 那既然合起來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不管如何他到最後輸出的時候 他一定也是疊起來的 而且疊起來的那一份 一定有最前面的那一份 所以他在傳T2的時候 當然會直接傳到啊 可以理解吧 欸我覺得 當 有人把這個概念提出來之後 欸其實後面 其實後來想一想 沒那麼難嘛 對不對 我只是 我只是把每一層的輸出 都讓最後一層看看啊 讓最後一層 自己選擇 要哪一個 要哪一個 哪一個值來做預測嘛 對不對 欸你們可以聽得懂我意思嗎 今天我疊成9了之後 我把上下兩個消疊之後 我直接丟給最後一層做輸出的時候 9個參數他都可以用啊 前面4個是最原始的Data 對不對 接下來5個 是 欸第一次做完特徵工程之後的結果 接下來後面呢 第二次做完特徵工程的結果 對吧 喔我全部 鋪在一起讓你選 這不就是DanceNet的想法嗎 這想法是不是夠簡單 你們會想說啊這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 到了 為什麼他還要在ResNet的時候才提出來 欸這個想法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這個想法 平常聽起來 這個想法 應該要比ResNet更早提出來 這更簡單啊 你有 張阿琦你有感覺到那個東西的簡單嗎 你說加法 你還要想一堆有的沒的 你還要想一堆有的沒的 什麼數學意義啊 有的沒的 這個直接疊起來 然後最後一起給你用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想那麼久 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欸 就是其實我搞不清楚說 這個東西明明就更簡單 但是為什麼他比ResNet更晚提出來 我想 科學就是有一些這樣子的不確定性 這樣呢 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既然你知道他是給人家隨便選的 所以說他其實根本就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推導的必要 對不對 因為最後一層 我在輸出機度了之後 我一樣看得到最開始的Data 可以理解嗎 他直接就是對 我先對他做預測 我做完預測之後 我再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然後再對他做預測 他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種 形式的ResNet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吧 好 既然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再來重新做一次 我們來看DanceNet要怎麼做啊 好大家看我故意的啊 先三維再四維再五維再六維 再七維再八維 好這個故意的嘛對不對 可是到最後 這個Compate 6 他是5加6 4加5 3加4 好最重要的是 這個Compate 2 他是不是有 Ready 1 他是不是有Ready 1的成分 Compate 2有Ready 1的成分 Compate 3有 那個Compate 2的成分 所以就有Ready 1的成分對吧 對嗎 依此類推 到了Compate 6 他一樣有Ready 1的成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是一直往下跌 你是一直往下跌 這樣懂我意思嗎 結果最後他就是可以 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直接拿來做預測啦 為什麼為什麼 這個二十代 二十代有點太少了 我想大家應該 這個ResNet如果你可以接受他的概念的話 DanceNet應該更簡單 因為他的想法 想法就是 他的想法就是 更單純對不對 我先問一下你們兩個 你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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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Net先學和 ResNet先學 現在你們接受到 是ResNet先學 對不對 你們覺得ResNet先學 感覺比較有助理解 還是DanceNet先學比較容易一點 照順序跟 照著發展的順序 出來的比較簡單 你們覺得 好 差點看你想想好不好 你要給我個答案喔 好不好 還是你現在兩個都會了 你沒有感覺 你覺得這兩個都很簡單 後面的比較簡單 後面的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比較直觀 可是他比較後發展出來 照順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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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感覺科學突破 好像世界在改變這種感覺 感覺更厲害 感覺更厲害一點 確實厲害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 我剛剛還想說查 我剛剛真的是 我從來沒有查過 那個就是 這世界上 引用次數最高的 Papers哪一篇啊 我剛剛 沒想到一查 就是這篇這樣子 果然我這輩子 沒有看過是應該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DanceNet 你會訓練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你做一個實驗 並且 剛剛 ResNet 你有能力 直接做 Predictor 對不對 現在可不可以DanceNet 你也做一個Predictor 唯一的差別 只有 本來是 相加兩個矩陣 對不對 改成 把兩個矩陣合併 兩個矩陣合併 還記不記得用什麼函數 RBine 或CBine都可以 對不對 你就把它Combine起來 繼續預測 這樣就可以了吧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時間 交給大家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出來 好不好 這個 應該也不是這麼難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再看一次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這個還叫Rest Model 是不是 那我們把這個Rest Model 改成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Parameter拿出來 然後 然後 現在我們的Input 長成這個樣子 好 5 呃 先把它改成維度 改成41 好了 好 53 5.1 3.5 1.4 0.2 好可以理解了吧 好接著經過一輪運算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 RELU1 OUT 這RELU1 OUT長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FC2 RELU2 OUT 他長成這個樣子 那接著咧 我的 PLUS2 OUT 等於C bind 就是把它兩合在一起而已喔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們的PLUS2 OUT 他長成這個樣子 欸其實就是直接跌起來而已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繼續往下 再看一下PLUS3 OUT 欸繼續往後跌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他每次都是增加 增加幾個維度 增加幾個維度 這樣 好以此類推我們繼續到我們最後 到PLUS6 OUT 這個PLUS6 OUT 是不是前面幾圍全部都沒有動 所以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吧 在我們在做最後一次運算的時候 這幾個參數 前面這幾 四個維度的參數 是不是就是在運算最前面的結果 再過來一點點的結果 那他自己去決定 哪些權重要什麼 對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欸 到了FC 7 OUT 的時候 欸他其實啊 他其實這個 F7 FC 7 WAIT 他其實是可以看到最前面的DATA 對吧 可以理解嗎 所以自然就沒有T度喬斯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想法夠簡單吧 可以吧 應該是 如果你ResNet學會了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 欸很簡單 而且很好用 事實上我更喜歡用這個啦 比起ResNet我更喜歡用這個 不過 就是 呃大部分的Happer還是選擇使用ResNet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這個 我是覺得啦 就是ResNet出來以後 就是 彷彿出了一顆大太陽這樣 那後面有一些小修小補 就沒那麼多人在意啦 啊事實上 這個DanceNet再往下 還有人覺得 欸DanceNet跟ResNet都不錯啊 那我把它兩顆在一起好了 就叫DueNet 這個 這個就 這個 老實講這個 這個後面的小修小補 可能真的蠻多的啊 搞不好還有蠻多 欸很好用的 但是我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注意了 這樣子 好 好這樣我們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解決T2消失方法 還有哪些方法咧 最傳統 我們其實已經 不太需要解決T2消失方法 T2消失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有屠通通道 對不對 可是它還是有缺點 就是 在某一些很罕見的狀況下 假如說你的神經網路啊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一直加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勢必還是得想一下其他方法 來解決T2消失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欸 最傳統的方式就是 改變損失函數 我們當初 的損失函數 是使用REDU去解決SIGMOID 它的問題 對吧 為什麼 因為SIGMOID function 它只有在一個很窄的區間內 是有效吧 我們來看一下SIGMOID function 長的什麼樣子啊 好不好 這個SIGMOID function啊 它長的這個樣子 對吧 那它只有在 某一個很小的 數值區間內 是有T度的 在過去都是0嘛 它是完全平的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REDU勒 REDU已經好很多啦 REDU是講這樣嘛 REDU在這個範圍內 所有的正數都是有T度的 對啊 可以接受嗎 好的是負數還是沒有T度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欸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現在負數是變0嘛 對不對 那它當然就是完全就沒有T度 如果我們給這裡一個很小的數字 比如說我們給它乘上一個 如果是正數就用正數 REDU的右半邊沒有問題 如果是左半邊我們如果是乘上的一件 那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它有沒有T度 它還是有T度對不對 只是比較小 那它有沒有非線性的成分 也有嘛 它也是非線性的對不對 或者說非線性這樣對我們來講 可能也沒有那麼重要啦 反正你只要跌得夠深 自然 那本來不是很非線性的通過會變得很非線性 對不對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啊 我們把這個東西啊 叫做這個Liquid Radio 這個說 這個Liquid Radio意思是洩漏的 就是這個 就是它把它的 這個 這個不是完全把它去掉的 它有一些訊息被洩漏上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給定一個參數 這個Alpha 這個Alpha代表複數的斜率係數 Alpha等於0就是Radio 那它的導含數 非常簡單 就是1Alpha 這樣可以吧 呃 數學系的我沒有講錯吧 我是不是一直跟數學系的確認數學系 我有點緊張 還好 我們來看一下Liquid Radio 它要怎麼做呢 來這是傳統的啊 好 這是傳統的 看到嗎 這個Radio 1 這個Liquid Radio Slope 等於0.25 這樣子的話 呃 這樣子總共就是有FC3 總共 三層嘛 那我們來看看 好 它大概到300的時候就已經 就已經可以運算了 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 看到了嗎 這個它是不是很快就回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其實啊 其實如果 如果我們把這個 就是我們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斜率啊乾淋 那它就是Radio了嘛 對不對 下面不要 完全一樣嘛 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 好啦 欸告訴你 我就是想要跟你們表現 完全沒有差別的感覺 好不好 這不是跟你們開玩笑的 好不好 這個損失 這個 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如果你真的給它疊個 100層 我告訴你 絕對是不可能用的 對不對 因為它只是一個輔助手段 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先想說解決T度消失 問題 用直通通道 這個方法是100分的話 那改損失函數這個方法 效果頂多就只有5分以內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是說 在你沒有辦法做出直通通道的 前提之下 你可以透過改損失函數來解決 我們在第10克以後 會接觸到某些神經網路 它是很難給出直通通道的 就是它的 shape 一直在改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 用這個 liquid value 就會有一點點好處 這只是我們要給大家的一個 這個就是 這個練習 好 那大家現在要做什麼勒 大家請你啊 試著再做一次 然後再不依靠 predict函數重現推移過程 那現在其實你改的東西 你可以完全照抄前面的結構 然後把這個radio部分都改成dqradio 那並且 欸其實後面那個 練習3練習2的答案也是可以照抄的喔 只是說你要把radio本來是小於 複數通改成0吧對不對 把它改成複數通都改它乘上某一個數字 只要乘上0.25 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應該不會太難 我們給大家 就是給大家稍微做一下實驗啊 我們20分鐘都檢討 我靠這什麼鳥 學習的這個就是 就在你們這個之前 就是 剛開始報paper的時候 就報深入學習的paper 確實有點難啊 好不好 不過你現在應該會囉 蔡翰你什麼時候要報三篇 對啊 你是不是可以挑戰一下 把這些東西都要講出來喔 好可以齁 有點夢想啊 好不好 好啦我們看一下 最終我們今天的結果啦 好不好 總之就是 我們已經學會的東西 其實有這麼多啊 對不對 為了要解決T2車的方案 來 RALU Liquid RALU Benzinovization AIDAN Cross Entropy 直通通道 直通通道這個最重要了嘛 對不對 好然後還有改變網路結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其實累積到現在 我們交了一大堆東西 對吧 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現在學了一大堆東西 到時候 下個禮拜 你們的期中作業 你們 就是要把這些 全部的東西都用上去 看能夠提升多少performance 對不對 我們的目標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每個人都95分以上 對不對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就是 映竹跟我們講說 欸 我好像要0.05啊 95分 好不好 沒有很難嘛 對不對 好那就這個樣子啊 欸今天有沒有人有問題 還是今天覺得這蠻簡單的 沒有什麼難的 如果你們覺得蠻難簡單的話 代表你們前面的學習是夠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今天本質上其實不難 但是難是難在你前面需要有很多基礎 你才有辦法聽得懂我今天在講什麼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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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